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竟然因为两万块钱闹离婚 这感情说到底还是太经不起考验了 不就是两万块钱吗 至于闹得让妈寻死逆活的让人看笑话 我挖掘机一开 保证半个月给你挣回来 看我不说话 她以为我是被离婚给吓着了 竟然还长叹了一口气坐在了旁边 娟子 咱俩过了这么多年了 我知道你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赶紧拿钱过去 再跟妈低头认个错 这事就过去了 我不怪你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一脸恨铁不成钢那样子 我忍不住笑了 人要是没有了自知之明 还真是没脸没皮了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看出 我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了 难道是从他妈妈 以往指桑骂怀的嘲讽 我都不还嘴的事情上 刘洋被我一直瞅着他看的样子给蒙住了 你怎么了 跟你说话呢赶紧去呀 妈那边还等着你呢 她等不等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站起来拉着他往外走 你不是要离婚吗 赶紧走 刘洋急了 你非得闹得为两万块钱离婚 别忘了 咱俩离了婚 儿子可就成了单亲家庭了 单亲就单亲 世上单亲孩子一层呢 谁也别笑话谁 刘洋使劲地拽我的胳膊 那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一样 你不就是愿我妈把钱给老二买房子 没留给你吗 怪不得别人说 都说你只认钱不认人 心里那股火到底还是没有压住 别人说我认钱不认人 还不是你妈在群里鼓动你那些姑姑舅舅喊的 刘洋一愣 眼睛瞅了眼她放在沙发上的手机 嘴里又开始结巴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偷看我手机了 我抓过抽屉里的一个手机 扒了开翻到了刘洋家 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群里 指着一个熊猫的头像 我是个外人 没为你妈同意进家族群 可我儿子在里面 刘洋立马就粘巴了 这时候手机又响了 听着婆婆一句接一句的抱怨 看着刘洋想说话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样子 我淡定地在沙发下坐了下来 十分钟后 挂了手机的刘洋开口了 妈那边又开始闹 你赶紧的 这次就算是我欠你呢 以后做牛做马地报答你 不需要 我冲着他就是一嗓子 结婚十多年 就因为这个男人每次的釜底作笑 发生多少事我都忍了下来 可这次我绝对不会再退让了 哪怕被负着骂名 我也不在乎 刘洋下了很大的决心思的一跺脚 咬牙切齿地说 你要是给不了两万 那给一万 这算是咱俩夫妻的共同财产 一人一半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听着刘洋的话 我心里原先的那点期望 慢慢地没有了 这个同床共枕十多年的男人 在面对亲妈和老婆的抉择上 到底还是选择了前者 哪怕那个人曾经给过他 太多的委屈和不公平 他也可以不在乎的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再不忍心做的事情 都可以往外拿出了 我把刘洋这半年仅仅 两次三千元的转账记录 还有家里的花销 全部都拿了出来 这本来是我想作为纪念 顺手保存下来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他现在竟然成了我们两口子 离婚分割财产的证据 真的是太搞笑了 看着那一厚打字的小票 刘洋吓了一跳 他胡乱地翻看了几张 烦躁地喊 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啥 一天天真的是闲得慌 我一天闲得慌吗 还真是冤枉了 为了攒这两万元 我忙得连立价都停了 我和刘洋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两个人的家庭环境和自身的条件 也是半斤对八两 他是普通的挖掘机司机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幼儿园老师 他家兄弟两个 刘洋是老大 比他小了三岁的弟弟 大专毕业以后在省城一家商贸的公司上班 找的媳妇也是在一块上班的独生女 我家虽然是姊妹三个 可父母也没有亏欠我 不光是顺顺碎碎地长大 还花钱让我学了幼儿教育 毕业后又找人进了县城的公办幼儿园 工资虽然不多 可也算是个有正式工作的人 按理说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配不上刘洋的地方 偏偏刘洋他妈就觉得我是高攀了 一天到晚的和一群老太太凑在一块 使劲地编排我 先是因为刘洋弟弟和媳妇回家过年的事闹腾 刘洋弟弟两口子每年都是腊月二十七八才回来 最多是在家待一天 然后就回丈母娘家过年 本来挺正常的一件事 刘洋他妈偏偏是把我给恨上了 硬说是我给老二媳妇脸色看 才惹得人家不多住两天一起过年 最过分的是说我的父母没有教好我 说什么长嫂如母 老二两口子回来 我没有端茶倒水的照顾好 在我面前说教不够 甚至还鼓动刘洋的三个姑姑和两个舅舅一起说我 为了这事刘洋是说了几天的好话 人家才把这页给翻过去 本来以为能消停了 谁知道后面又把彩礼的事情拿出来编排 老大媳妇娘家不行 穷鬼 结婚要了六万八的彩礼 陪价就是个电动车 连个金货都没有 哪像老二的媳妇 人家结婚八万块钱彩礼 那从上到下金货挂得是满满当当的 看着的贵气 她说那些话听到我父母的耳朵里 那真是翻天了 他们对我和刘洋的婚事从刚开始就是不情愿的 觉得刘洋的工作不稳定 现在再让刘洋他妈的话一气 当场就跟刘洋发了脾气 要不是我闺女看上你老实会疼人 我们怎么也不能把她嫁了 你妈还嫌弃我闺女 没有陪嫁金货 那你妈当初倒是多给点彩礼呢 说我们就是陪嫁电动车 她咋不说是四个古路的电动车呢 人家金货多给了你几件 我闺女的电动车 她倒是平常没少做 刘洋知道她妈说话不对 点头哈腰的跟我父母道歉 让他们别生气 后来又主动给父母买了按摩椅谢罪 因为这件事情我对刘洋更加的心疼 为了不让她担心 对她妈在家里做的腰 我也是尽量能忍就忍下了 尽管有时候实在是太委屈 也都是一个人偷偷地哭 本来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 可是没有想到 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洋她妈折腾起来 是震山石都压不住 竟然趁着刘洋回家的功夫 突发奇想地说要给老二买房 她说老二好不容易工作挣钱了 就因为在省城没房 整得跟招上门女婿似的 住在老丈人的家里 想大声说句话都得看人家的脸色 为了让儿子抬头挺胸的像个爷们 他要帮忙给买房 还要让刘洋这个做大哥的支持 长胸如富 长胸如富啊 你爸走得早 你这个当大哥的 就得帮着弟弟把家立起来 我这里还有八万块 你再拿两万凑个整 看着刘洋她妈拿着一张八万块存折 以止气使的样子 我都想哭一场了 凭什么一个妈生的儿子 差别对待这么大 其实在她说给老二买房的这件事情 我们也求她帮过忙 刘洋买的二手挖掘机因为零件损坏 差点在工地上出了事故 当时人家工地负责人给她下了死命令 要想继续在工地干活 必须得再买一台 当时我们把攒的钱全都归植到一起 再加上借亲戚朋友 和卖了旧挖掘机的那些钱 整整还差了八万 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 才找上了刘洋她妈 我们俩说好 八万块钱借了带利息 而且跟平时孝顺的钱没有一点关系 一码归一码 可话说到了 刘洋她妈死活都不接 说那钱是自己的养老钱 将来两个儿子谁孝顺留给谁 问得急了 还直接把刘洋的弟弟两口子 都喊过来主持公道 说他不跟我们住了 要回农村老家去 当时让老二和几个亲戚 把我和刘洋狠狠的一顿讯 说我们是昧了良心 老太太一年到头就吃你家几顿饭 至于把全部的身价都掏出去贴拨 说真的 那时候面对那些人的说教 我心都凉透了 平时侍奉老人 没一个人看见 刚有点风吹草动的 就鸡犬不宁 最后还是娘家妹夫出面做担保 从银行贷出了八万块钱 把空缺给补上 那是一段特别艰难的日子 每天睁开眼就开始盘算 这个月得还多少的欠款 真是一毛钱都不舍得乱花 为了给刘洋减轻点压力 除了每周五正常五天上班 周末休息 我还去市中心的天桥 摆摊卖挂饰 一忙起来就是半夜十一二点 再加上还得照顾十多岁的孩子 硬生生地把立价都熬得不正常了 现在好不容易把欠的账还完了 手里刚辛辛苦苦地攒了两万块 她突然提出来要凑个整 给小儿子买房 这合适吗 说实话 对着老太太 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尊重起来 可以前 到底还是看在刘洋的面子上忍 但这回的事我真是没有办法再忍了 我和刘洋都是快四十的人了 住的房子还是小小的二十一厅安置房 儿子十一岁了 因为和奶奶同住 从来都不愿意带同学来家 他经常小心翼翼地问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房间 面对他的目光 我只能是安慰 会有的 马上就会有了 爸爸的新挖掘机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家马上就会有钱买新房子了 房子是我们家迫切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才会一直忍着刘洋 他妈的所作所为 只要我和刘洋是一心的就可以了 毕竟日子还得是我们携手过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这次他妈要给老二买房子的事情 刘洋竟会不反对 甚至还答应把我们好不容易攒的钱 也凑上去 就因为怕他妈寻死觅活 怕人家背后说闲话 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难道他也忘了这些年 我们受得累吗 自从结婚后 刘洋他妈就从老家过来了 吃喝拉撒的全是我照顾不说 大病小情 病床前端屎端尿的也都是我 稍微提一下老二 人家就把眼泪巴搭的 就跟刘洋告状 说你弟弟是上了人家的门 本来就第三下四的被人看不起 你媳妇还想再给家把火 有时候实在是钱拿不出来了 想找老二凑凑 他也是立马就寻死觅活的 硬是把责任都揽到了我的身上 说刘洋没眼色 要是当初找个有本事的媳妇 也不至于整天一副没有钱的可怜像 这些怨天恨地的话咱不说了 就说他的身体吧 高血压高血脂 血压还忽低忽高的 一年到头那瓶瓶罐罐的药 基本就没有停过 有那八万块钱傍身 是不是更能稳妥一点呢 难道还非要一大家子 都弄得裸奔似的财安心 看着一边被说得不吭声的刘洋 我问了一句扎心窝子的话 你觉得你妈病了 你兄弟会管吗 刘洋沉重地摇摇头 不会 一个月连自己都管不住 哪有钱管咱妈 看来他也不算傻 那这事就好办了 既然知道那话就好说了 你把老二叫回来 咱们把话说清楚了 以后的事情两个兄弟不偏不倚 都是一个妈生的 孝顺侍奉的事谁也比想跑得了 刘洋有点懵 我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更简单 我拿出了写好的离婚协议书 签字吧 虽然现在画了挖掘机 慢慢能挣点钱了 可那也是财回本 后面的日子怎么样 谁能说得稳的 万一真的工地不行了 那钱也黄了 想来想去 咱俩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 啊 刘洋蹦得老远 慌张地直摆手 我去给老二打电话 看着刘洋着急忙慌地跑走的背影 我站着了身子静静地等着 婚姻生活里一味的妥协并不是经营之道 适当地爆发 有自己坚持的立场 才会让对方及时地看到你的临界点 做出必须的退让 这也算是这段十多年的不堪婚姻 给的一点启示吧 当然 如果接下来的事情 真是最坏的结局 也没有什么好沮丧的 天地那么大 还有什么是折腾不出来的呢 带着儿子照样过 该我们娘俩得的 也一分都别想少 不是有句话吗 女人真要狠起来 还有男人什么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